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大自然 那如果我们看到登山文学里面呢 它的核心讲的是征服 但是并不是征服这个高山 所以文学它本身所书写的场域 就有它的象征跟意涵 而在今天呢 我们要把这样的文学场域呢 把它带到另外一个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也许可以看见的一个地方 也就是森林 当然森林的分布是非常的广 那么从这个西伯利亚的 这个寒带的这些 极地的这种增业林 一直来到赤道周围的热带雨林 实际上不同的风土 会仰出不同的文学观点 例如说像我手上的这一本 是由理查鲍尔斯所写的《树冠上》 那《树冠上》是一本 这个书写非常缜密 而且它的对生态描写 非常细腻的一本小说 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 我们可以深切地感受到 鲍尔斯面对了气候变迁 还有人类忽视末视 这个大自然所带来的警讯 而且在末视警讯之后 它一昧的残害 那么透过了在书中的主角 包括了生态学家 包括了其他的一些角色 然后来构筑出来 我们对大自然的思考 原来是这么的肤浅不够深刻 而鲍尔斯他也用他本人 对大自然的描写 非常地细腻 非常地入围 也让我们在阅读的同时 仿佛也走进了 像是阿帕拉基山的森林一样 另外要介绍的是这两本书 作者就是我们非常熟悉 在华语世界 有举足轻重地位的 张贵心老师 侯碑实际上是指的是猪龙草 而猪龙草是在马来西亚 热带雨林 尤其是在东马 包括了像沙巴跟沙劳院里面 常常可以看见的 而猪龙草是一种食虫植物 可是透过植物里面 只要能够喝下猪龙草里面的汁液 这是一个传说故事 会得到永恒快乐的力量 真的是这样子吗 其实张老师的文字 一直弥漫着一种 热带雨林的氛围 无论是窒息的还是闷热的 是潮湿的 或者是多样的 像繁华市井的 这个都是热带雨林的特色 而生长在马来西亚 撒老月的张贵心老师 在文学里面 他正是用这样文字来铺陈出 他所记忆中或生活过的 这个热带雨林 那除了侯碑之外 那在近期所推出的 这本《二眼晨曦》 也是另外一个相度的书写 而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地方 来看到的就是说 在张老师长期以来关注的 是这个马来人 有点说华人 在面对世界变局里面 所产生的这样子的一个冲击 还有他的后果 而在《野猪渡河》里面 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的历史事件 究竟是什么样的历史事件呢 可以从《二眼晨曦》这本小说里面 可以爬书 虽然他在小说家 会透过自己的想象跟方法 去铺陈 或者是弥补史书的不足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史书以外 还有更多更多的可能 那透过文学家的想象 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 这个人生的百态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你按订阅 开启小铃铛 让青春还读书 告诉你更多有趣的阅读资讯 唱唱唱片 明镜需要点栏目